我在導航 也就是說 這個陳順利剛當選總統 他很客氣當初在電影電台 跑到會電台來看 我看了幾百天公司 蔡英文當選 趕快打電話來 說 能不能來參加蔡英文的舊子店 我們要給你安排位置 我在這個電視台抱怨兩天 不是我是一個副總統落選 有人就像講 總統當選人共才三組人在選 當選人應該對落選這兩組 至少要花個邀請還請你們來吧 不是這是起碼的禮貌嗎 我是贏的人 那你們兩個就輸了 我的舊式的領執 請你們來一下奉上勝 但我今天上次會什麼 沒有 沒有在選 他們聯合朱立倫 新北進入是國民黨主席 也就是這個問這個 說一下是民眾黨主席 不是因為他是總統落選 他們可能有 問這個 我一定會有一次新北市場 六個直轄市場 但我什麼都不是 所以也沒來問 我在電視台抱怨兩次 我說這個不太對嗎 所以我就算了 那我趕快出國吧 怨民商接地 我整個 我禮拜六就訂好機票到西班牙去 大概總統今天提到 早上 那個中午有一個楊小姐 拿回來 對啊 這個我們把這個總統 我們舊式的郵寺 這個傳給你們啊 希望趙先生能夠參加 然後我就跟秘書長 請他講說 因為 因為你直接等不到邀請 所以我們就變請搶牌了這樣 就是說 這樣做的是最起碼的 你應該要做的是 沒錯 我就不懂啦 反正你將來 立法人到底怎麼辦呢 立法人的席次 民進黨是不過半排的 市長現在也確定會去參加 520就職諜遲遲 可以講一下後來轉折的原因 那因為現在六獨自殺 侯市長 會不會也勸勸你的好朋友一起去 我在禮拜一就有說過 520當天 原本確實有施政行程 後來經過聯繫溝通調整之後 現在 確定可以出席萬寧的 新總統就職典禮 其實我們在收到總統府邀請之前 這個行程很早就已經排定 那收到正式邀請之後 我們也必須要跟 原本行程的邀請方來聯絡 來調整 今天此刻我們正要啟程到東京 回來馬上緊接議會的總質詢 所以行程調整是簽譯法而動全身 必須聯繫溝通 一些確定 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其實大家用不同的方式 給予祝福 民眾也對新上任的政府 有很高的期待 我們都希望 即將上任的政府 能夠體察民意 貼近基層 照顧民生 好好聆聽人民的聲音 市長怎麼看 因為這一次 其實出席變成燃營的壓力 但是其實賴準總統 其他的總部二四人 本來都沒有在這四個業績 代表這個業績 為什麼 大家對於新人政府很高的期待 那現在在黨也是國會的多數 其實也代表全面的民意 我想新人政府 能夠維持好朝野的互動跟溝通 對於國政的推動 是有幫助的 520的部分 現在很關心的是 你有沒有要出行 那天是有另外一個行程嗎 但如果那天沒去的話 很有可能會是六度裡面 唯一沒去的手這樣 每個人在行程的安排上 就算有所不同 不管時間 許可疑惑 能不能參加 我們對政府心的團隊 我們都給予祝福跟高度的期待 最重要的 其實我從頭到尾 態度都不變 我在第一個時間 在選舉結束以後 就立刻打電話 給耐總統 祝福跟恭喜 面對未來 我們都是要合作團隊一心 用實際的行動 心力除弊 做出人民 為國家 做出最好的貢獻的態度 跟做事的方式 至於 除了我們用這個方式 努力做事以外 那下個禮拜 我們5月23號 也剛好是新內閣的第一次開會 那新內閣第一次開會 我也會去參加 就整個內閣 有一些相關的事項 大家一起共同來關心 人民所關心的 不管是民生的議題 治安的議題 其他議題 我們都可以做好充分的溝通 意見的交換 請問市長下週一會參加520就職典禮嗎 對於總統就職的邀請呢 我一向都是表示禮貌跟尊重 所以上一屆 上一任 蔡英文總統的就職典禮 我有親自參加 那這一任賴清德總統呢 我也會親自參加 不過呢 那因為總統就職的那天不是假日 剛好碰到禮拜一 那也是台中市議會第一天進行總質詢 所以有四位議員我要特別感謝 那轉我的假去參加總統的就職 包括張靜芬議員 朱暖英議員 林必修議員 以及楊啟邦議員 特別謝謝他們 那我建議 其實也不只是我有碰到這樣的一些問題 像我知道桃園等等 還有幾個縣市都有在進行總質詢當中 我建議 我建議這個總統就職小組 應該跟這些議員表示 謝謝 謝謝他們願意放行 讓我們能夠去參加就職典禮 有人批評藍營目前 吉諾寧漢江戶院長 同意出席520就職典禮 請問市長怎麼看 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每個人會有自己的行程 那尤其這段時間呢 那受邀的人多半是他有 他的本質很重要的工作 在進行當中 那今年呢 因為就職典禮的發的 邀請函的時間 比較晚一點點 那也許有些人 他的工作已經安排妥當了 或者是沒有辦法更動 那究竟像我這樣子 能夠請假成功的 也未必每一個人 都能夠獲得請假成功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大家 我相信大家祝福的心都會有 那但是不應該去做比較 也不要去批評 那因為這個 就是每個人 他有他自己的工作上的一個考慮 520那是忠實社論 我覺得忠實社論 他的用意當然很好 希望促進朝野和諧 那表示呢 雖然賴慶德以40%的 這個低票低空掠過 但是到底他也是當選的 按照現在的這個總統 總統選舉辦免法嘛 所以大家都參加這個聖會是好的 但是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選擇 我也不覺得說 這個不去就是杯葛 其實不去便沒有杯葛 杯葛是以前 你記得嗎 像劉文雄他們 那時候在那個 國慶日還是什麼 去那邊 在場上 去鬧場 那個有一點算杯葛 如果不去就是不去 安安靜的不去就是還好 並不算杯葛 那另外一點我也很好奇 我是什麼身分 我是副總統候選人對不對 或是我是落選的副總統競選人對不對 我到今天沒有接到邀請函 這不是很奇怪嗎 只剩下一個禮拜了 那應該如果邀請我至少要 讓我準備一下 而且禮貌上也應該給 一共才三組 又不是有30組候選人對不對 如果才三組啊 政副總統一共才六個人 兩個人當選了 剩下四個人 總應該寄給 一個競爭對手 一份邀請函 至少到今天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這很奇怪 當然我也不會去 因為我要出國 我剛剛五月十九要出國 不是故意的 我本來就安排要出國了 只是好奇說 第一次蔡英文那個時候 還打電話來問 蔡英文那個時候還打電話來問 說 這個總統府要 這個當選要寄邀請函給你 會不會參加 還來問 那他們要排座位 這是連什麼消息都沒有 我真的很好奇 為什麼會這樣 再講一次 不去也不代表杯葛 去當也很好 共襄盛舉 但更重要的是 以後 賴清德跟在野黨 要怎麼相處